这个裙子的感觉就很适合那种 如果你有一点点懒 就是懒得去享受我今天要搭配什么 但是我又想要看起来比较精致的话 就还蛮适合选择这种牛仔类型的连衣裙 因为我之前不是一直跟大家说过 就是牛仔类型的单品 它就是一个所有年龄阶段 穿上去都会比较显年轻的 但它这个裙子的版型是 它直接做出了这种甲两件 就是这里面的这个 其实你是可以解开的 就如果我们不要这个领子的话 其实它就是这个牛仔连衣裙 然后如果我们拼接了这个领子的话 它就有甲两件的设计感 然后整个裙身这边是一个正肩的做法 袖长直接做的是一个长袖 那因为我们其实胖的地方 有时候是在下半身嘛 所以它下半身做的裙板 是一个微微打开的一个散板 所以它裙板是带有一点女人味的 但它上半身的精致度 跟它的搭配感就直接称出来了 我就会觉得它这个裙子 可能就比较适合我们每一天都很精致 但突然间感觉 今天我就是不想打扮了 穿上去的感觉就是很简约 但是呢同时又有细节 如果我们日常有时候就想偷个懒 但是又想要看起来稍微精致一点的话 其实还蛮推荐给大家 就是穿这种有一点点基础款的领衣裙 但是它是自带甲两件的效果 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买那种基础款的时候 我们要搭配的好看 它其实是要叠穿的 但一叠不就很胖吗 就你里面又要加那一搭 然后再加衬衫就会很胖 那这个牛仔的裙子 它其实里面这种是自带甲两件的做法 就这个地方 它其实是一个衬衫领 就里面这个扭扣 我们在洗的时候 你是可以拆下来的 如果有时候我不要这个领子的话 其实我单独穿它也是OK的 但如果我想要更有层次感 我们就把这个夹领子 跟这个袖子的拼接 全部都给它这样扣上去 翻出来 你就会发现它比我们正常穿那种牛仔款 它会更有层次感 那因为它这个款主板 就是要我们在偷懒的同时 也要有点精致度 所以它整体的版型一定要够显瘦 你看它整个版型 都是这种正肩的做法 它这个是秋款 所以它上半身起 看起来有点像是那种牛仔的夹克衫 那裙摆的位置 它做的是这种 底摆是会被打开的散裙状 所以我们要是 咱们要是中断这个地方有点肉 或小分子不太高的话 我们就可以正常下半分 搭一个小白鞋就OK了 但因为你看 有了这个翻领 是不是看半身它出来的效果 还是你今天有好好打扮过的样子 那这个款式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秋冬款 我没有给大家准备那种 太浅的牛仔色 因为我发现 如果是那个颜色 我们趁这种翻领出来的话 它的底色就没有层次感 所以其实它的这个牛仔的颜色 它其实是带有一点点复古的蓝色 你看 所以当它这个蓝色跟这个衬衫一搭的时候 蓝白它衬起来 整个人气质就会更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